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明 几乎把时间都放在画图上面 我现在游戏也很少在玩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画图 就想以这个当职业 拿我自己的作品跟别人的作品来比比看 就我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种工作 我比比看这样其实没有差 就我感觉自己就有业界的水准 我想说就试试看 刚好从小时候就很常在看运动杂志 我又喜欢画运动员 就想说就试试看 我就自己email过去问这样 我画第二期 想赶快进 赶快投入这个行业里 从小时候就听人家讲画图 就能赚不到什么钱 就想说现在赶快努力练习 然后多丢一些东西给大家看这样 然后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我学多媒体是因为 就是现在多媒体越来越发达 因为它那个软体in-design 它其实不只可以做电子书 也可以做网络 对我当初就是有想过 就是能一次学到两种东西 对而且现在 现在那个智慧型手机越来越发达 对啊 所以以后如果这方面的东西会很长 业界会很常用 想说多学一些技能 就其实多媒体也是可以考虑尝 就是也喜欢的 对就以后希望能做这方面的方式 我觉得是说就算不会也没关系 只是你真的要每天多练习 你只要喜欢的话 你不怕练习 你每天练习 你应该就可以也会有好的结果 好 很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